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 陈耀夜和周贺喜的这盘对局 这个两位棋手 应该是 也是和天元赛非常有缘的 两位职业棋手 陈耀夜应该是 我印象中 他是拿天元最多的 这个棋手 周贺喜呢 他也和天元赛 也是非常有缘分 是的 他是曾经是 在天元赛上 是进行过两次挑战 当然而且是挑战的对手 就是陈耀夜 但是两次挑战的 是连续两年挑战 连续两年挑战 都是以没难没赢一局 然后失败了 这个旧仇心恨 是不是就要到今天来 一起算总账了呢 对 是陈年往事了 是的 应该说他们两个人 现在也陈耀夜 也算是我们说豹子头 现在我们平常看 头发已经很多是白发了 哇 所以说这个也是成年的旧事 是的 但是呢 这两个人是肯定是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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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的 有故事的一对选手 对 冤家 嗯 好 那这盘棋呢 是周贺喜的黑棋 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周贺喜应该是 也是浙江人是吧 对 是同乡 对 老乡 他应该是 我印象中他是宁波人 宁波级的宁波人是吧 好像是 这个 这个应该说 宁波的还有一个 起手就是那个谢科了 对 对 再早一点 我那个年代 还有个王一鸣 王一鸣 这个是应该是他们的 应该算是老师 老师的那个人 是的 嗯 那周贺喜曾经也是拿过 这个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对对对对 拿过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嗯 我们刚才说 这个杯赛的角度来说 这个肯定是 围棋 这个天元赛 名人赛是举办非常长了 35届 对 但是如果说 从中国比赛举办最多的 应该是个人赛 是 这个个人赛 从来没有断过 对 从来没有断过 那是 那是太早了 那从五几年 六几年就开始了 这个比赛 嗯 所以这个到现在 也是一直有的 嗯 嗯 没有这种新闻棋战的之前 这个个人赛是中国的 就是可以说 是最重要的比赛了 是 应该说 应该说每个就是成名的棋手 就是或者要冲畅一线 或者拿那 一定在拿枪 和扇管才行 对 非常重要 嗯 好 那么黑棋 手脚 手脚 还是 这部棋现在应该说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啊 嗯 摔脚 黑棋飞 然后白棋马上就来了 这个应该说两个人下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AI的一个下法 靠在这 接下来黑棋也是选择非常稳健 这两个棋手我的印象中就是 两个人都还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就他俩的棋风 陈耀夜大家是比较熟悉 这个实地流 然后擅长制孤 周和喜我的印象中他也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另外一个周和喜还有一个 当时就是这都已经我看也在十几年前了 至少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当时看他的棋是他下的是比较快的 那个他是当时他的下棋的速度是非常快 但是现在作为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已经算老将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么快的这个速度 这么快刀法 好 看下来 这个也是这个举步的一个定式了 对对对对 黑棋也是下的最稳健了这个下法 现在这个下法应该说是黑棋的下法是比较扎实 然后取实地啊 那白棋呢就是取这个就是速度很快 嗯应该说各有各有好处吧 嗯反正我个人我是比较喜欢白棋这一方速度还是快了一点 白棋是断断这个时候是试黑棋应手是是是是这个是要试应手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他吃哎这个白棋当然拐也行或者慢慢再立也可以黑棋还是很难受对以后这边拐过去呢黑棋气比较紧对如果黑棋还是什么这种走他就拐过来他相当于他这个会跟气有一些关系嗯会有借用所以这两部叫试应手嗯 黑棋现在呢他实在是选择的是哎管这个就是意思是我要把这个脚吃净首先是不留位的对嗯就是他现在只要吃在这儿对 只要吃在这儿但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白棋的头往这边多发展了一路啊对这他就相当于白棋这白多了几个仔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圈交换啊白棋很明显是把这个脚是给黑棋撞实了就这个地方成了黑棋的确定地 嗯但白棋呢我刚开局就多了几个子你说多这几个子呢那我肯定对外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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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粒的配置肯定是起到一些变化嗯所以说这个呢这个这个这个就看你觉得对这几个子的认识你是觉得它重要呢还是不重要如果你觉得它不重要那你就选择黑棋如果你觉得重要呢那你肯定还是选择白棋嘛嗯我呢这个每个人这个有些东西啊就是他喜欢的不一样 就我的话我还是喜欢这个白棋外面能多几个子还是我觉得挺好的嗯也就是说你作为黑棋你可能会选择拐打里面呃那倒也不是是吗拐打里头又拐打里头不好就是我我不能说黑棋这个下巴不好但我挺喜欢白棋的就这个意思白棋是可以接受的对是白棋可以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就是就是看你要喜欢吧你就下巴你要黑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下巴你可以黑棋 那些大飞棋都不守吗啊对对就另外一个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吗何耀老师言外之意就是我不喜欢守大飞棋哈哈哈哈因为白棋我很满意对有些其实你搞不太清楚你可以直接从圆头就给它掐掉是你说我小木我如果说这个都搞不得我都不喜欢你就直接走行为对如果你说我怕人家点三三那你就直接走三点那个直接直接站三站哎把他给避免了对嗯嗯 好那实战呢这个白棋走了两下之后拆回来了嗯拆在这个地方对黑棋刮脚嗯这个局面应该说还是比较是陈耀夜比较喜欢的一种局面嗯把局面打散然后呢呃然后没有什么战斗陈耀夜他的棋还是不太喜欢战斗嗯因为他关子比较好还是喜欢那个一个喜欢实力 一个还是咱们功夫期对还是属于他偏功夫一些嗯不愿意跟你那种像上一盘在这种乱军之中然后取什么上将手机他不是那种他不是大杀大坎星的对对对对对也不喜欢太乱的战斗不能说他没有力量他肯定是有力量的但他相对来说他还是喜欢这种四平八稳啊咱们慢慢下嗯然后呢就算是乱中呢我也是我是等于是是那种左冲右凸的我是要 那个智孤的我不是要啊就是我只要安定好我自己就行了我对你没有什么想法我只要把这个木树捞够了然后我自己齐活了我就可以了啊也是比较简单不是像那种大杀大坎那种就那个相相对来说就是太过于复杂了嗯邀请这个邀请的难度更高一些对但是这样也说明其实陈耀夜是一位就是智孤型选手嗯因为他一般 四平八稳嘛先把木树捞掉是不是然后这个对手一看这个木树不够了就急了就得找你的这个弱旗来攻击是是嗯这正好又撞他枪口上他又很擅长智孤是嗯对智孤的智孤型选手智孤型选手你让我想起这个日本的一个传奇明星啊那个那个半天龙男啊这个智孤的这个鬼才是 还有赵志勋前辈好像也是啊也是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那种先把实地先拿住先捞到之后然后再那个那个什么土锅鼠先把地全部钻光是是是是然后再制孤嗯好爱像他们这种制孤不是说单纯的去活气就是在活气的过程当中也也不会给你任何这个木树上的好处就是他们这个棋啊就是你简单这么说就是像陈耀夜这种棋风的棋 嗯你可以把它吃了但是你不可能木比他多哈哈哈就是说你你想什么我平平稳稳的木赢你那是不可能成这个我因为我木不够了我一定会抢的嗯那然后你会来吃我那那你有我有的时候你是有可能把我吃掉是大多数你是吃不掉我的但是有你有可能把我吃但是你要说他你要找一天什么我木不够了让被他围一块那是不可能的对他的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是的所以像针对这个陈耀夜这样的选手是不是一开始咱们就 我应该多走点实陈你抢你抢你抢不过他呀这是你抢不过他抢时空还是他厉害啊这也是下的很稳健你看就下这个都是下的非常稳健嗯好下过了这个这个B确实也是好这个应该说黑棋黑棋下的也也挺稳的反正是嗯没什么没什么就是给我的感觉也是下的非常稳 嗯你要正常你说像这种棋你跟陈耀夜像你可以什么先挂一挂或者甚至直接点三三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这个太有针对性了吧对你可以下的更更复杂就是把这个局面搞乱一些但是你看周贺棋也是下的很稳健啊就走到两个命室对你你走你我就跟着你走嗯但这样呢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棋风是这个陈耀夜是比较喜欢的嗯这个好那黑棋下一步棋 就是嗯这步棋略带攻击性了对嗯这步棋还是很少见啊嗯嗯有嗯但还是少见这个这这样的棋型是多一些对吧尖的话这边比如说你你这么这么费牙还是挺多的嗯在这儿的话那黑棋的这个形状肯定是不如在这儿可以这么理解嗯嗯但是他呢觉得没关系啊也差就差一路嗯但是实战白棋这个地方的这个招法我好像是第一次见嗯就是 这招法特别耿直对啊发力了因为这个地方白棋现在是有几个什么嗯由这边有接应嗯这边也有点接应啊白棋是有点援军的啊所以说他打起仗来还是呃这个黑棋也是要要也是有点害怕的白棋是拖拖黑棋斑啊白棋这个下罚真的是一架对这个把架断了吗 太直接了这个下罚我其实是没有见过直接这么下罚嗯也许是不是那面他是没这也许是我读书看包少哈哈哈爬爬我已经嗯打嗯这个棋型是很想很想挖的但是他他先保留一下啊嗯可以稍微过一会看出来保留打结吗结财吗呃对不是对一个是跟打结结财有关系另外一个他是他实战就能看出来了 他这样他扶嗯啊黑棋是他也不提了提的话他也应该是盘也跳出来了实际他盘也跳出来了嗯就他他这样翻这个我们就能看出黑棋为什么不先挖了如果先挖的话嗯我们先看下一步啊先看下一步他如果他实在是打嗯这时候黑棋也只能立如果提的话被别人这么low应该是不行这黑棋不行啊这样就没结了连结都没有了嗯所以他实战呢 他只能往下往下往下立嗯嗯嗯这样呢形成了一个大截大截嗯嗯但我们如果说黑棋要先挖掉的话那就跟截都没有关系哈哈哈对吧这个他可以挡在这儿了就没气了这样就可以可以来一个从屁股里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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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给打死了所以这个地方本身挖一个是很舒服的气象嗯 但是现在没法走这个有点难受是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难受的嗯白棋先白棋实际上他是一吃他又马上只有一粒对这就变成打结了打结了嗯但黑棋这个结啊最痛苦的就是挖不着因为打完结之后你再挖就轻了对白棋就不要这两个了这两个不是起经了所以这个有点难受但你先挖呢咱们又说这没结了 嗯这有点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黑棋是特别难受反正不能满意嗯那就黑棋这个作战是是是是不是太成功应该是被陈耀夜抓住了这个抓住了这个时机嗯并且这个时候白棋上面有节菜嗯这个节找的不不亏主要是啊就打结就是尤其刚开局能有这样的就是不亏的结是非常难难 就难有的一种结材嗯但这个形状就是正好有这个结材很舒服很舒服这个结材黑棋只能把这个粘上了嗯因为这个硬好像黑棋本身不好找结了对因为硬的话这地方白棋应该还有一个结嗯黑棋不好找结不好找结了下个结就不好找了嗯也不能挖粘挖粘挖粘一挡还是死掉了对可以挖一下挖一下它又不就起了这挖一下有点损太损了啊 嗯而且挖挖你挖完它这还有一个结你也没你就算不粘你也还有一点嗯所以没办法黑棋这个结智能是不硬了啊但是白棋只不打也是非常打黑脚瞬间变白脚对嗯这个这个转换应该是黑棋是比较比较我觉得不太成绩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么想本来就是黑棋先站那个脚嘛嗯黑棋先动手但这个脚好像好像是等于是黑棋的一个绝对的大脚 本来已经穿兜里了嗯然后现在被人掏出去了对变成本来是自己的一个大脚然后变成对方的一个大脚对这个反差有点大嗯那好歹这个地方还有一打结哎还留一打结黑棋还能在这个地方占得一些便宜白棋消结白棋消结了但是这个白脚也是够大的对嗯一起冲下去嗯嗯像这种棋 其实很多区有其实象征打结其实你一个是你判断一下形式稍微数下木就可以另外一个还有很好判断的一个地方就是怎么判断呢就是你很容易想吗我一开始我们一人站两个脚嘛嗯现在我等于这个脚变成我的这个脚还是我的我还是站两个脚嘛嗯你说白了黑棋就站这个脚这个脚其实看上去还不算太大嗯然后这个脚呢现在等于白棋还是有活动空间嗯所以这样一分析就白棋就没什么坏的了嗯 好那么接下来白棋虎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一部棋啊这个地方白棋这块棋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是味道非常好哎这种就是这种棋就是职业棋手特别喜欢下所以为什么说刚才黑棋袜沾不到这一下特别难受就在这如果黑棋开始打结之前能如果袜沾到然后在那就黑棋这个下巴就完全可以下了嗯就这个地方他袜沾不到嗯但这个棋型呢确实是非常舒服的一手棋对 嗯那么黑棋搬这个嗯嗯白棋靠嗯也是下得很很灵活嗯这个还是下得非常灵活的嗯应该说是留了一个破绽啊正常是应该藏出来那藏出来大概是太重了这样藏出来应该是人家这么弓起来有点重嗯没有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下法灵活的下法哎这个时候黑棋挖 嗯这个应该是是可以成立的嗯但是呢这个陈耀业是留有了这个后手啊这个相他应该是因为靠的话是明显是会第一个地方就要算对方要挖的嗯那对方肯定是现在是有挖的嗯但是他下一步是相关联的一手他下了一步还是非常漂亮天哪这个地方计算实在是太精湛了这个时候白棋来断一个 大家想知道断一个是什么意思吗我也很想知道其实白老师你跟我们讲讲断一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问一下这黑棋打一个不就死了吗打他就他就灵活了吗哈哈哈这个就是他这么便宜一下他也他就是这边有打有几个打的这个利用然后呢我这边问你一下嗯就是这就是实际的把握嗯嗯这种地方呢应该说是陈耀业比较擅长的一个地方 是的哎呀我看了接下去的几步棋啊真的是这步棋打掉嗯断一下真的是获得了便宜啊嗯这个首先这个这个白棋这个地方获得了一个好处本来呢这个地方白棋斑黑棋一定是会在这打的对对对先把你打中再说是那现在等于黑棋缩回去了但是我当时想白棋这个地方获得便宜那这个地方黑棋这多一个子是不是更危险了呢是嗯其实不是 是啊他这个实际上这下法相当的就是怎么说呢都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哎他是往这儿打的这个棋对都是刚刚好这个就是对就我们说这种顶尖骑手他就是什么样的棋最舒服就是把所有的效率利用的刚刚好就就就最好的下法就是比你快一气比你快两气这效率都不高我就要比你快一气这个太坏了这个有的时候你碰到很多这种职业的顶尖骑手 他就是这么坏我跟你说他就是他就去快你气或者有的时候经常你别看说以前说李长老赢你半目什么他其实有时候就赢你半目我就赢你半目我也不想多赢你一点招都没有是这个你很难受的这个确实是很难受对像陈耀业他这个他这个应该说从这地方他这几个算的都是应该都是算得很细的嗯他这个地方都是算得刚刚好我们可以往下延伸你看他每个地方都是刚刚好对 接下来就为大家展示一下白棋这个地方怎么就刚刚好了啊黑棋打吃白棋这个地方呢稍微要注意点的是黑棋是可以把这个吃掉的嗯但是很多棋友会说啊这一吃不就全吃掉了吗嗯哎但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吃掉这个哎你吃只是就是理解围棋还是更重道远对对对对这样的话白棋我有这种打甚至现在还有可能往这边拖啊 哎你什么班的时候来这边来来给你这个来这个嗯我这全是先生对嗯简单点就是吃上来都没问题哎这个再做活都可以就说你看上去多吃几个但是不便宜哎就这个意思嗯哎狠一点就是扭断你这个你就是更头疼了嗯哎所以说这种提醒呢看上去挺好的很凶狠但并不见得凶狠所以黑棋现在尤其这边有子了哎是希望更狠一点 像吗这就是周鹤喜他要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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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法嗯但是呢继续爬哎呃你虽然你算到了但对方也算到了哎这个就很烈这个你有点难受了打吃嗯我怀疑是不是这个也是没办法哈黑棋但是这个现在看是问办法不太多只有我就说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有长的可能性嗯就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再再呃呃要不先看这边好一会再再稍微看一下这边先看一下这边陈姚悦的精彩表现啊这个黑棋班主对因为现在如果说现在黑棋长的话白棋简单一拐吃就行了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这加上这七已经是活的了嗯哎就是你现在硬堵是没有用的他硬堵的话那白棋是还可以先提掉对吧这样这样我我七哎我们叫做 七死八活那是指对方先下但是我先下就是呃谁谁先走谁活哎对哎现在这个好像变长了一点要六死八活七看先看谁先动手哎这个现在是七是看白棋先动的嗯所以白棋就活了嗯所以这个题黑棋为什么一定要强扳住这明显留了个断点但他要强扳住就是我在于你拐的时候我可以这样你变成六你就死掉了嗯嗯但是呢 但是这个时候班的那个两个人肯定都看见了周贺琪也看见了但这个时候白棋是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也是让我们七我们稍微想三十秒啊如果你要能算出来也是也是我觉得至少有业余三段的实力吧嗯嗯跟刚才那个棋比刚才我们上次出那个题要稍微难一点但是其实意思也是差不多的嗯哎就是还是我们说那句话敌之要点难我之要我之要点哎就是在这儿 一跳很多游戏一出很多游戏有可能还会想到吃这儿但吃这儿也不行啊这样人家会 哎还是这个要点啊这是要点我们把这个要点站住就好了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冲呢白棋只需要打吃就可以了啊这个地方白棋已经有一只眼了那么下面黑棋连白棋随便怎么走都有一只眼是嗯那这样的话这边活的刚刚好黑棋这个字一点用都没有 对一点就能对这就难受而且这个地方白棋非常恶心他是活之前还爬了你一下嗯你要知道他就是你正常你要退呢他就这么吃了他就是你我这样目数更好目数更好 就是你碰到他他他跟你这么下你特别难受嗯你你又想惩罚他但是你又惩罚不住而且他每个地方都是算的刚刚好对刚刚不行这个你就特别难受这个是嗯那等于黑棋虽然说之前这个拔花很厚啊但是一点用都没用上而白棋这个地方获得了这个字还是很有用的就是我这边也也也占到便宜了 然后那边我也那个什么也是刚刚好这个就是你难受的地方真的很难受对就他他这都是相关联的这一套嗯反正当初他如果是长的话他大概是他也是选择一种弃子也大概反正肯定也是有刀对嗯我猜大概是就打几下然后再往外面跳两下嗯我觉得大概还是这边 呃问题还大概在这边因为这边呢大概怎么下呢都是黑棋肯定是占一定就是你单说这个局部肯定是黑棋占优势的嗯但是呢他不就是白棋全把他这个优势给你化解的最小你从拳击看你就落后了嗯嗯好吧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反正反正现在我们看的话肯定这个局势对白棋是非常有利的对这个局部的这个这个打劫是吃亏了然后这个局部 也明显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从这个心理上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我觉得这个局部对嗯嗯比较容易判断就是白棋这块空吗跟他这块空呃应该还白棋大一点嗯应该这么说啊这白的这比这比较大那黑棋这边你看加上这个其实木数很就是没多少了嗯嗯你能数出来的也就是不到20木啊十来木棋那白棋这有一个角加上这有四五木棋然后这还有几木棋我已经我这这个黑棋的贴幕的负担已经非常非常重了嗯然后这外面是黑棋是等于是一个 就这边的明显是白棋的实力范围就只有白棋可能帷幕的可能性要大大就可以这么说白棋有可能帷幕黑棋一点可能性帷幕的可能性都没有嗯那你这个贴幕的压力然后木数的压力然后加上这个厚还不刺太厚这地方还有断的余味对就是你这个太难下了这种棋所以这个棋确实现在是白棋是形势一片大好啊是的黑棋只能过来过来加棋过来嗯也得走点木了现在嗯 想攻他一下对白棋靠这个但是但是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白棋后味这个你看这地方一直留有这种余味这个冲断着好多余味这种地方我们很多旗我千万不要去尝一下哈哈很多旗我觉得哎呀有个仙手一定要马上第一时间把它走掉这种旗如果下的话这就就就把围棋的味道就下没了一定要记住保留这种旗嗯这靠也是一定要保留哎对黑棋现在不敢用墙了对对对你如果敢走这个那白棋可能要被 一断了对你这样一断这边我有各种各样的对白棋这个先手这个先手嗯黑棋就顺着他下就行了他如果反击你就跟他顺着下全都是最简单的跟着下嗯这黑棋就越越走越难下越就越走越难下就越走越难下这种旗现在黑棋是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只能什么只能只能忍耐只能退嗯白棋压黑棋唱 再继继继继间这个应该说白棋是非常舒服这就是 这把每个字的效率啊都是用到了最佳的位置了嗯嗯嗯 实在是按白棋断了两下 嗯也是也是黑棋也没办法确特 黑棋外面其实不是很厚这个棋对 这个是我们说的鳍虫断出声啊 intervenance这个时候白棋为什么走了一个呢 哈哈 这部棋是吧 这部棋我也不太能理解 这里是不是难道说有打结 打结没看出来 拖这个 拖这个冲 有可能 然后搬这个 然后粘上它是搬的那个 这有个打结 对 所以它补了一个 所以黑漆这个地方搬住 不然这个味道有点太差了 所以它这个木树 木树有点受伤 就这个也是这样 黑漆 战大厂 继续抢战大厂 但是这个白漆 白漆是把这个冻出来了 是的 这白漆 这个削黑漆的潜力 就直接从根部出来 因为黑漆 它这个形状有点难受 它只能这么 走一个鱼形 主要黑漆自己也不厚 白漆这个地方 一旦这三个跑了之后 这还留一跑 对对对 主要是黑漆的 本身的自己的漆情 不是太厚 另外白漆 别的地方很坚硬 然后所以它是 它觉得没关系 跳 这种漆如果 就像这种漆 如果是黑漆木树 如果是不够的话 就很难下 因为它没有 掌木的地方特别少 所以这种漆 就是一旦木树不够 黑漆木树不够的话 是非常难下的 反过来白漆 如果说木树要稍微差一点的话 白漆像这种打一打 是能长出一些木树的 黑漆 飞过来 白漆拆一扎实 这个也是对自己的 智乎很有自信 对 一步起一个坑 感觉 这个扎的这个木树 还是不能放过 对 黑漆 跳一个 跳一个也是把这个 白漆的刨给补了 这个白漆不能再往外跑了吗 这个白漆 对 白漆应该也不会跑了 所以黑漆这个是最大限度的 把这个刨给补掉 把白漆这个补掉 对对对 但它这个补的位置 也挺绝 神奇的 对 比如说 比较容易想到 是这么补啊 跳一个 这样你没有滚包嘛 对不对 这个确实 我跑是不太可能跑 但是我滚你包 你还是有点难受的 多打一包 是的 但他现在也不管我先头还是 他觉得头还是 嗯 头在前面一点 但其实 上是 总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那种感觉 哦 黑漆 这个之前先补了一个 哦 先把这个补上 补在这 嗯 双一个不好吗 呵呵 这个字在外面也能不好吗 双一个 那我只能理解的 这个就是他这个党 大概会跟关子有关系 哦 这个党 党的话 如果 是不是先手啊 不走的话是不是接住 我们看一下啊 嗯 这样你如果肩 我一般还真有关系呢 你走 这个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记着 一定要从先收外气 后收工气 沾上 好像是这就直接有没没 但是应该 但是可以收点木了 这样一扑啊 这样一扑黑棋 黑棋现在不能提了 嗯 提被我打死了 但黑棋现在可以这么回去 看这样呢 木树太受伤了 嗯 这样白棋再把这个 黑的脚变成白的脚了 就这 原来是这个原因 呵呵 就是正常应该说 但是大概他觉得挡一个 有先手味道 嗯 但是 嗯 但是有一点就很多人还是会 诉讼外面 嗯 只能说这个周鹤喜的这个棋啊 还是喜欢实地 也是喜欢实地 就是 你能看出他还是想着下面的 这个地的问题啊 嗯 上面头他就 他宁可头矮一点 但是地要先拿住 但有些棋手他就 我上面头一定要先睁住 下面这点木 哎 可以忽略不及 两木棋吧 几木棋 就完全大手一挥就没了 嗯 对 对 这个棋风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这个也是看白棋补在哪 实战白棋是不在这个位置 嗯 这个还是 还是补的挺不错的 一般虎形还是比较好的 很稳 这不棋 挺稳的 然后可惜再来把这个补掉 嗯 白棋出头 现在这个棋好像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目标 就是对于黑棋来说 对 这种棋现在 应该说是一种 就是说 呃 黑棋如果说也 智孤啊 也很简单 嗯 因为我就是一块儿鼓棋 对 白棋呢 应该说这块棋 白棋 智孤行也没那么难 因为他棋型都还可以 另外 像你这我还你还有滚包啊 这种棋型 嗯 嗯 对白棋来说 就是说呃 尤其像是陈耀杰这样的这个 这个智孤高手啊 对他来说这不叫事儿 对 你要是稍微有些人有可能智孤 不好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棋友会觉得哎呦这个 感觉呢 但对陈耀杰来说这肯定不叫事儿 你再说白了 你在外面上在黑棋再多俩手气了 他都不放在眼里 不放眼里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地方 我再多一个 嗯 这再多一个 这都不叫事儿 对他来说 你况且你这还没有 清清聪聪就能活 嗯 所以这种棋 我们一般会称之为功夫棋 嗯 就是你想吃它就很难了 这这这这盘棋 别说 你想吃陈耀杰 你想吃我也很难 这棋 嗯 主要是要比实地 但要比实地的话 比实地我们 我觉得可以简单判断一下 你们像这样 这个棋啊 已经基本上是 就是它的地域 已经基本上是被控制住 刮风 好了 嗯 我们看一下 白了棋这块地是 这块我们很容易想 这是有一幕棋啊 1 2 3 4 8 9 10 11 17 18 19 到这数到这19 这数两幕肯定没问题 20 21 这应该还要多一些 我们先算它21幕棋啊 嗯 然后 这块是至少有10 12 14 14目是肯定有了 14 35 嗯 这块也是有 123456 7应该是有了 这这也算个一幕吧 8 8加刚才35 43 对吧 嗯 43目 黑棋这块是 5目棋左右 嗯 然后该黑棋下 嗯 现在该 现在应该是 现在该黑棋下 黑棋下 嗯 正常应该说 这个棋现在排 排面好个 45目棋 该黑棋下 应该是 黑棋是 是可以下的 对 黑棋好 但是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算后味了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都是给白棋算比较少 这个地方应该是白棋 这个 你看这地方白棋过的 如果说这个黑棋有个子 那肯定黑棋这边为目的 可能要大一些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像这种地方 黑棋是肯定是成不出目的 但是白棋很轻松 就就随便一走 就是围出目了 嗯 所以这种地方就是 就是 虽然说木树没有拉开特别大 但是它其实已经非常难下了 就这种棋 反而就是 对我们来讲 就是这种棋 黑棋是最难下的棋 嗯 你宁可什么木树差别大一点 但是我们都是好几块扭在一起 缠在一起 你反而机会 有机会 对 有机会 机会更多 像这种棋 就是特别难下 嗯 因为收空不好收 然后 别人还有潜力 别人有潜力 你没有 你没有 然后 然后 你看看黑棋 虽然你说你现在黑棋 盘面好四五木树 你说你再增加两三木 还有什么 但是你看黑棋 在哪地方增加木树 基本上都快固定住了 嗯 白棋随便走两下 就能长出几木树来 这种棋就特别难下 是 所以现在应该说是 周贺喜 虽然说 我经过我们的判断啊 好个四五木树 但是这个棋其实 从我的角度来说 从我的眼光来说 它其实特别难下 对 而且我记得以前 赫阳老师是特别擅长这种棋 就是要把棋下的后一点 然后呢 慢慢给你走 也是功夫棋 但是呢 后半盘就 你总是 总是会输给你 对手 就是 就是你后面 你是深知这个后卫的好处 对 这就是有的 我们这个棋风嘛 有的人洗 就叫后 这个后视啊 就是有的前面看不到 但后面他慢慢慢慢 他的木越走越多越走越多 所以他下到后面 你看到木差距也不大 但是你下到后面 你怎么 你就追不上来了 对 是 所以这个是 深有体会 有心得 这个后味 应该是要 大家一定要学会的 是 不要把后味不当事 对 黑棋 分开 你看白棋 这个棋下的 非常的 稳健 对 他应该也是要 防他跨段 对 我们也能看出来 这个肯定 现在对于白棋来说 这个棋是很满意的 对 应该说黑棋的下法 也是正确的 因为白棋 应该说现在就是这两块 他还是要有点 应该是要有点 这个手段 还是要 要冲击一下他 对 其实你看黑棋 在攻击白棋的过程当中 他也在努力的走路 对 所以要走一点 对 那黑棋点 点 沾上 然后是 靠 靠这个 靠这个 要把白棋 这两块 去分开 分开 嗯 也是借 借着这个白棋的棋往外走 嗯 靠一个还是比较紧凑的 是的 嗯 白棋退 白棋退 这个退也是有必要的一手棋 如果说 你往外长的话 那黑棋马上就有一个 啊 这就要出事了 这个马上有 干了点拌 这一粘就可以了 这个 憋害点 从这打 简单点 这边至少有个结了 嗯 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死结 这个你有点有点不能不能笼人 嗯 那白棋也不能从这边打 嗯 嗯 嗯 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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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连 对白棋也不能从这边打 你从这边这边打的话呢 粘上完 它有先手哎 几个是先手 那我这两这个只能走一个 对 嗯 那这样如果你吃掉这个是也挺大 但是这个毕竟这个增加了个二十木棋啊 对 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嗯 二十木棋还是不小 对 所以白棋还是这个地方是有弱点的啊 这种就是这种棋啊 嗯 不能出现特别大的失误 对 你反过来白棋也不能出现太大失误 你要失误特别大的 你要追它也挺难的 就是这种棋 是 所以为什么说这种棋叫功夫棋功夫棋 就是大家得慢慢的磨 哎 要活要走的比较细腻 是 要一定要细腻 就是局部的一两幕不能放 然后这 这个这种这三十种地方的这个呃 毛病一定要看准了 对 你大事物绝对不能翻 你大事物 你说你这种棋 你突然亏出一个五木棋六木棋 这个就是天大的失误了 嗯 所以该示弱的时候 咱们还是得示弱啊 这个连上 嗯 黑棋长 白棋飞 飞 黑棋还是要借劲 对 黑棋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威胁白棋 其实黑棋的眼光早就已经描着这块棋了 对 也是借着借着劲走 对 像这种棋也是值得我们棋友学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看你简单是跳出来也是堂堂正正啊 嗯 但是我们如果能借着对方的棋往前走的话 那我们会说效率会更好一些 嗯 所以这种借劲的棋是值得我们去斜的 嗯 借着劲走 还有像这种棋也让我想起了这个 以前我们学的这个棋礼 也就是当这个心卫被双飞燕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想攻哪边 你就压另外一边 叫压强不压弱 嗯 嗯 这个黑棋也是这个 讲这个下行棋的道理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这块白棋更弱一些 所以黑棋现在要借这边的劲 嗯 对对对 哈哈哈 道理 如果是反过来如果说想攻这边 有可能你应该从这边借劲 对对对对 也是这个意思 嗯 嗯 想起了那个定劲嗯 白棋机可以起火那这样呢白棋就赶紧的把这块气出头了嗯 嗯 因为白棋这边还有个low 所以他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说你骑行不好的地方总是前面撑了嗯 最终你还是要还回去的嗯 如果形成好的话我猜他就会虎一个嗯 如果形成好的话我猜他就会虎一个这样就简单定型了嗯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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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漆就是慢慢下了 这样子如果一虎呢它这边你吃它可能就更小了 它一块儿不错 这个就是说它还要 这里还有端点瞄示人家 对他要瞄着端点 肯定是瞄着这个端点 它是如果直接断的话 它应该是怕它打完一跳吧 是吧 它应该是怕这个 应该是这样 它有个这样的一个计算 冲的话 这样白旗的后视就发挥作用了 打掉 粘上 再堵过来 这个你肯定不行 你冲的话我这个还做吃还嫌手 这样黑旗明显是跑不出去 这些计算对他们来说 这个太简单了 看一眼就能知道 但是要防 还是要防 但是要防 这个断点一定要防 所以他现在还是 也是在瞄着这个断点 那白旗长也一样 黑旗现在不能马上断 白旗依然可以打完了加 所以黑旗还得做准备工作 压 压的时候 白旗现在是补在了这里 眼位直接是 一个是要眼位 另外它是要瞄着 这边的形状 这边有跨什么的 黑旗自身也不强 对 还有余味 有余味 这个地方黑旗 就是说黑旗这个地方明显是味道是不好的 所以黑旗 还是得往外出头 对 这也是间接补这个断点 白旗班 我相信这种气 陈瑶也一定是走得非常开心 对 不光再给自己作业 而且还把对方的墓术给破了 对对对 这个墓已经破掉好几步了 是的 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说黑旗这里面长了两目 但这边又被破了 因为这地方长了两目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便宜 但是这个 对 这边墓又又送回去 对 现在墓术肯定 这边它一搬过来 墓术肯定黑旗前面那个正的墓又还回去了 对 我们最主要要黑旗 就是白旗这边 随时只要一动手 这白旗能增加很多墓的 嗯 黑旗跳 白旗粘上 黑旗长 白旗跳 很开心啊 这几步骑下的 这个就是墓术 没有获得特别多 但是每一墓也是让你滴血 然后我还走到了墓 我自活的时候还走到墓了呢 这个是 刚才我把这块黑旗数了 有十一木旗 现在你看这都 这就五六木旗了 然后我这还白旗还增加三层 这个一出一落就差别挺大的 白旗还增加了木数 它没吃进去 没吃 先靠 这步骑下的好 这步骑是一步好旗 好旗好旗 这步骑下的好 这个时候黑旗 黑旗没办法 没办法 搬 但搬呢相当于是 搬出一个断点啊 给自己 不是主要这个滚包太舒服了 这样这一滚 白旗就是本来可以正常人 就一般是先滚 然后再顶 但这样呢 这个对手有可能会长 或者不走 甚至对不走 甚至我有可能往这边长 我让你那个这边目睹 对我应该会往这边长 所以说他先靠你 你没办法反弃的 我没办法往这边长了 我现在 你长我就跑出来了 对他这往一这往这一跑 我这没办法了 对 所以他这个这个这个是手筋 这个滚一圈是看上去舒服 但是没这个效果 对 你如果退的话呢 我这个旗我都可以退到这儿 你退 对 我已经便宜了 我这个已经便宜了 嗯 退 所以实在 黑旗没有办法 只能搬在这儿 这个难受 这个地方 应该说 你看白旗是 不停地在这边走墓 白旗的墓数越走越多 这个黑旗还不能打吃 这打吃白旗还能跑 哎呀 这个太难受了 黑旗 这个 所以旗行不好的时候 往往你看上去 前面是撑住了 但是你要碰到那种 很厉害的对手 他抓住你这种软肋的时候 嗯 一击就中 你这特别难受 是啊 所以我觉得他当初 还不如跳呢 我跟你说 就有的时候 我跟咱们七五说 你有的时候你该补啊 还是要补的 堂堂就是好一点 本手 对 本手还是很重要 就是你往前面 多看上去 多往前面去了一路 以为便宜了 你那是没碰到厉害对手 你要碰到厉害对手 他拿的 都是拿在你那个穴位上 你是刚刚刚好 你一点都动摊不了 是的 就像现在这样 黑气没办法动摊啊 你这最终 你前面获得这一路啊 你都得还回去 这个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这个 天哪 对 这个我们看着实在是 白旗这个下巴 实在是太舒服了 太舒服 这再一顶 这个又成了那么多木啊 这个 这个木成的太多了 这个木成的太舒服了 而且呢 走完之后 还把自己这块起 走了个先手 补墙 这个变成了先手 活了中间 白旗已经活了 然后白旗现在 确实要加强点这边了 这边 现在白旗还是要小心一点了 白旗补这个呢 现在已经 首先这个断点是没有了 主要补的就是这个断点 对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眼 黑旗扳 白旗是 这个很简单的做了一个定型 白旗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 直接打掉 双方的应该是 本分的一个下方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办法 然后白旗再把这个扳了 不给黑旗立的机会 再把这个一立 这个还是很机敏 扳了一下 这个地方 我能看出来 沈耀业还是很细腻的 这个旗如果这么看 有可能黑旗是应该先扳了打掉 有可能 就是这个应该是 黑旗的权利吗 对吧 我扳打掉 这样 这样我让这个子变小一点 嗯 这样你 这个这个是打 大家都不会走了 嗯 这么说 在白旗扳掉的话 就说你没没时间走了 以后你你如果打拔 就是后手 但是我有可能会粘的 那我一旦粘到你这个就就 你这两次 你这两次永远走不到了 我就便宜了 差挺多的 对 所以这个功夫型选手 像这种棋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吧 对对对 就是 就很擅长这种小刀 如果就是你这种地方 就是你要算 就是你谁走的要概率比较大一些 如果你觉得他走到 就是他最后是白旗粘掉 概率大一些 你一定要把那一下给走掉 嗯 这个地方有可能出路不会 不大概就在一幕 或者甚至两幕左右 嗯 这种出路 但是但是这种地方 要是下层功夫棋的时候 这种地方 往往是要要要要 对 对功夫棋花旺就半幕胜错了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关键点了 对 就有可能会面会成为一个关键点 对 把这个离下来 对 这个只能说是一位功夫型选手的嗅觉 对 要把这个扳掉 好 那么黑旗顶 顶这个 嗯 白旗退 白旗很简明 就是说我这地方有一只眼 然后这地方 我只要上面能做这眼和这个剑合就行了 嗯 黑旗 目术上白旗这地方已经是 已经 我们一看这个地方 这已经有五幕旗了 已经非常可观了 一起沾 白旗 点过来 嗯 黑旗冲 白旗 挡 黑旗 接住 接住 嗯 接住 主要自己还有断点 哦 那看着这个黑旗 哦 也不能断吗 哪个 这个 断 哎 想断 这个说断是吧 嗯 反正我这个旗我也不行了嘛 我拼一下 这样 就我吃的时候你要 对我要跑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就是拼命的下法了 是 嗯 但你现在听命吧 你现在 可能崩得更快 对这个 不是 你现在有个问题 你这个地方大概 还得先走掉 哦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我会不会活了 我这样 我这不一粘就活了吧 啊 我这样是活吗 别形容 看着有点头晕 是 好像是活了 真是活了 我冲掉一下 冲掉你 也冲掉你再打掉 那我走不到 也许你能走 不你这个本身是什么 我这冲出来 你这个情况 我又是吓唬 你这个有可能只是吓唬我吧 我这冲出来 你这个旗行 他像是不行 不行 你这个因为你这地方还欠个断点嘛 对 这个我冲出来 你自己不厚啊 你这个形状 嗯 包括你这个还没走到 你自己有可能 我只是来吓唬吓唬你 你这个蹄筋 你你真的行吗 这边煎一煎感觉就出来了 煎一煎是吧 这边出来 因为这还欠个断点嘛 这边有啊 这边 你也只是吓唬我 你吓唬我 我这期不好吗 毕竟是 让我一沾这个白鞋 我觉得这个效率太高了 这个眼 黑鞋斑都是后手了 黑鞋斑白鞋都可以脱鲜了 这个眼就已经做好了 这已经可以做出一只眼了 嗯 斑其贴 黑鞋飞 嗯 白鞋 哇 抠吃在这 抠吃在这 嗯 这个就是有点 有点收冰的感觉了啊 这个鞋 因为它吃在正常 我们是应该吃在这的 吃在这 它应该 它是 以后有这个 这个破眼 这个地方有一个 包紧的一个下巴 对 它要真是要吃你的话 它有这个 有这个 可以先手破你一只眼 然后再铺 这个有一个 这个高鞋的下巴 就是你这个地方有可能变成一只后手眼 嗯 本来你是一只先手一只眼 嗯 如果你先手一只眼 这边你应该能做出一只眼 就安全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 稳健 稳健 该稳健的时候还是得稳健 但是如果说你 骑不赢的话 你肯定是要多吃一点的 嗯 说明他现在是收冰了 嗯 对 然后一挡 这个下面是有一只眼 嗯 我觉得这有一只眼 嗯 这个黑器好像是没有办法破掉白旗的吧 因为黑器有气的关系 对对对对 嗯 实在是 实在是斑 嗯 斑当然希望白旗是硬煮这样我一点 嗯 我这就可以对从上面打对对 这上面有问题 他下面是没问题 那上面有问题 这一吃白旗就被分开了啊 就被吃出 是了 嗯 这个转换肯定是黑旗啊 这个转换呢 对对对 所以白旗这个时候 切记不要去挡这个嗯 实在是白旗是立了一个啊 立一个就活了 他算得很清楚 嗯 他算得非常清楚 嗯 因为这个地方黑旗这个打完了之后 这个接回去啊 这白旗都是有先手 这个地方啊 这一粘都是先手 这一扒就活了 对嗯 粘对 粘是马上就 对不 没有气了 对这一打 嗯 所以这个地方黑旗 没有办法 又挣扎了这里两步 长 然后白旗坚住是一样的 嗯 然后挡 白旗一粘的时候 黑旗就无以为继了 这个局部白旗活的时候 黑旗这个时空 肯定是不可能能收得赢的 对 哦 那这个时候黑旗就认输了 对 嗯 应该说差距应该也不会太大 大概盘面会好一点点 但是这个 对对对对 在他们来说 这个已经是 就是因为后面 你现在幕已经不够了 然后后面白旗帷幕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嗯 所以黑旗怎么下都不行 因为太局面太窄了 对 就是肯定不行了 嗯 那我们今天讲这两盘其实很体现两位胜者的这个风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应该说谢尔豪应该是乱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嗯 然后他也是靠着这种乱战的能力一举就把对手击毁了 对 那陈耀燕呢也是这个 我们说他是功夫其类的一个代表啊 他这个您能大家能看见他这个细腻的 小刀 对 就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小刀割肉 是 就一刀一刀 搞得你很难受 你差距看上去没有拉很大 但其实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内心里来说 其实已经差距已经是非常大的了 是的 嗯 应该说 嗯 作为两个 今天两个书起的一方啊 作合集合这个陈贤 他们确实还是有很多要总结的地方 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有也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嗯 再见